1月12日 亚洲时尚品牌盛典启动仪式在北京剧行 王景春 刘丽阳 孙静元 赵文等人出席了活动 其中 需久为公开亮相的歌手刘丽阳的现身格外引人注目 当天 染了蓝子发色现身的他 看起来超级时尚气息 难道实力偶像派的刘丽阳真打算改行做时尚达人了吗 你将要有更多的机会来自主做自己的音乐 所以其实我在做这个世界看我跟Runway这两首歌的时候 都是 也都是在怎么讲 就是在近期吧 然后也在尽我所能去推广这两首歌 包括就是 我觉得就是在做我想做和把时尚跟音乐相结合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还是会去做一些这样的尝试 虽说刘丽阳依旧要坚持做自己老本行 可随着大多数音乐人转战幕后的热潮 刘丽阳也自不例外 这部就于活动当天 刘丽阳就表示要转战幕后音乐剧 明年的话我也计划以制作人的身份 在幕后做一些大型的舞台音乐剧 就是把表演跟音乐结合起来 因为我现在想做的一些东西都是比较跨界的 collaboration的东西 就是不是说单纯的一个歌手或者单纯的一个表演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这种形式很难满足我自己对自己的挑战 就是我觉得在游乐圈当中也很少有就是换换一个方式思考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玩一些就是老就是怎么讲 就我觉得现在出去表演唱歌已经成了卡拉OK了 我觉得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刺激到我的 然后没有什么让我觉得是很新鲜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前两年去参加节目也好 录一些综艺节目啊去搞怪啊或者说去上纯单纯上节目或唱歌 对我来讲已经不能就不能满足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了 所以我觉得与其让自己有一种工作的这种倦怠期步 自己找一些自己喜欢的点 然后让自己有些有些全新的这个表现给大家 酷六娱乐北京报道